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荷兰皇家和牌集团表示 由于有价值落 加上有一宗大型收购案希望完成 今年打算裁员6500人 多家全球大型企业 竟然对中国经济放缓拉响了警报 他们警告中国增长转弱 将影响他们下半年的利润 包括雪铁龙 奥迪 福特 西门兹等集团 都直言了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外媒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退出希腊纾困案 因为希腊负债水准高 时值改革记录又不佳 不符合接受IMF第三轮纾困的资格 韩国三星电子第二季获利 较去年同期下滑4% 其中手机部门获利明显减少38% 主意是受到智慧型手机S6 Edge 供应短缺拖累 三星累计下半年 整体智慧手机市场的增长率将会放缓 新唐人的电视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